才剛剛上車門都還沒關 歹徒就衝過來連開三槍 前後不到10秒 2020年8月底知名網紅館長陳之翰 在林口的健身房前遭到槍擊 當場摔出車外 倒在地上鮮血直流 身上一共七個彈孔 館長在送衣搶救後 在鬼門關前走一遭 作案的劉姓槍手 當天事後則搭乘計程車到警局投案 警方也將幕後主使的 竹聯邦寶和惠失信男子逮捕到案 法院判決失信主嫌和劉姓槍手 救槍擊案和其他辱人等案件 分別判處有期徒刑16年和15年6個月定驗 民事部分 館長針對醫療看護費用和精神撫慰金 向失信主嫌與劉姓槍手求償2000萬元 不過一審判決連貸賠償327萬多元 兩人不服提出上訴 台灣高等法院27號認為 一審判決沒有違誤駁回上訴 但接下來也還可以再上訴 華視新聞紀剛薛珍中 台北報導 哈囉 我是葉明 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時的新聞內容 請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按讚開啟小鈴鐺